我們來看白沙豚媽祖 在昨天衝進了大甲正男宮 閃亮三姐妹 聚首的那一刻 信眾都噴淚了 說這是神界大新聞 所以昨天的雙媽會很精彩 是很精彩 因為才一開始 就是到了那附近 還沒有進廟之前 其實媽祖的轎子是停下來的 所以大家就是心裡面在彩測說 媽祖到底會不會去 感覺媽祖在check祂的行程 好像這個行程 我到底還有沒有多少時間 可以到我們大甲正男宮 所以他一確定他可以進去的時候 他是直接用沖的 沖的 對 所有知道就是白沙豚媽祖 這個就是在沖的畫面對不對 對 它這個是要進到那邊 去停駕的畫面 公交也不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白沙豚媽祖 跟大甲正男宮媽祖 最大的不同是 它的整個跡象行程 是靠媽祖的指引 我們的公交人都不知道 他要去哪裡 他要走什麼路線 我們都不知道 完全靠那個叫感 是 沒錯 媽祖會指引說 我要往左往右快還是慢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他到底要不要進去 也是憑叫感的感覺 所以他衝進去的時候 大家全部被海放在後面 因為我們那時候 所有的交通組全部卡住 就是不讓所有人進去 包括你是採訪的媒體 你都不一定拍得到 所以大家就很緊張 還好後來他覺得這個人潮 有稍微緩和了一下 他把所有的採訪人員 才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 他又頓爹了一下 就是稍微再頂一下 你說到廟裡頭頓爹嗎 沒有 在廟的 轉角的地方 還沒有整個進去 對 他又頓爹了一下 其實每一個人的信 都快跳出來了 因為到底要不要進去 後來他直接就用衝的 衝到那個媽祖 就是大甲正男宮的前面 他的轎子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好像很雀躍的樣子 就是說我來 我們可以好好的 很高興 很高興 因為就是這一次 所以停駕二十分鐘 其實我們從第一天的行程來看 都是五分鐘 十分鐘的停駕 然後竟然在大甲正男宮 停了二十分鐘 可見得這姐妹有很多話要聊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粉紅超跑速度有夠快 為什麼叫粉紅超跑 因為他跑得比任何人都還要快 比人還要快 所以他最快可以一小時六公里 所以就是知道 如果有在當兵的人都知道 那個速度是非常的快 所以很多 我們常常被海放 那我們扛叫的人員是 半小時就要換一班 要不完的話 動不掉 好 我們來講一下 過去也有過雙媽會 這應該是史上第六次 對不對 對 就是我現在要講一些 比較精采的 就是2004年的雙媽會 2004年的 對 2004 對 2004年 那一年就是我們到了沙路的 一個鎮長的服務處 那邊休息停假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 竟然遇到了大甲媽祖來了 然後大甲媽祖來到了這邊以後 就所有的團 就是譬如說彌勒團 太子團 然後福德團 專業團 全部都來致役了 那在致役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覺得說 所有的 我們就有一點點開心 想說這會是 接下來會是有什麼樣的火花呢 結果沒有想到 就是那一年 所有的那個來了以後 大甲媽祖的鸾叫也來了 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興奮 因為這是難得一見的 至少就是在 以前我們還沒有影像紀錄之前 這種畫面是沒有過的 所以2004 因為它是第一次囉 對 我們第一次拍到 當然以前是會有 但是沒有我們印象 對 2004年我們第一次拍到的時候 非常開心 2004年我要講的是一個文化 就是信仰 大甲跟白沙豚的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白沙豚的媽祖 他在就是禮儀的 在行教的時候 他會三進三退 但是那個大甲他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我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我們在三進三退的時候衝過去 那個大甲那邊那個副董事 還被我們的轎子嚇到 然後出手要打 可是我們就跟他解釋說 這是白沙豚媽祖 都會有一個三進三退的一個習慣 所以就是大家就不用擔心 就是這個畫面 我問一下 台績我對不對有打個岔 那個三進三退的意思是什麼 是媽祖在跟大甲正安媽祖 來行禮的意思嗎 就是說我來了 我跟妳智慧一生 我就來了 讓我們每一個宮廟也好 我們全部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三進三退 就是告訴在地的 所有的友情人 我來了 好 這是2004年 2005年再度雙媽會 對 沒有錯 所以2005年大家就已經非常的 就是剛好那一年 是我們白沙豚媽祖要往北 他們要往南 所以大家就是在一個南北的交會 看到彼此 我們的信徒呢 我覺得非常開心的是 大家都非常和和氣氣的 就是兩邊就互相招手 我來 你們加油啊 那我們要回家了 那你們剛好要去新港嘛 我們要回白沙豚囉 然後沒有想到呢 這個時候白沙豚媽祖 竟然跨越分隔島 跳到就是跑到對象去 跟大甲媽祖之意 很逆向 對蜜蜜 跟翁來講 2007年更精采 我印象中2007年 小媽會會了兩次 對 會了兩次 一次在龍井 一次在殺戮 然後在龍井的那個路段 是我們剛好在用餐的時間 所以那一年很特別的 我要特別講的是 他那一年回去 我們也要回去 大甲媽也要回去 那一天剛好大甲媽晚上要入庵 我們是隔天要入庵 所以那個時間差就是 大家都在趕入的狀態 那我們第一次是 他們在龍井相會 然後他們就到我們休息的地方 所有的那個 他們的禮 就是有所有那個什麼 太子團什麼的都來自一 秀琦隊都來自一 然後之後呢 我們媽祖就 他們自一完以後 換我們也趕入 然後在殺戮路段 又碰在一起 但是我要講的是 在殺戮路段一定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因為在殺戮路段的時候 因為太多人了 然後大家也搞不清楚 所以本來要接大甲媽的 他接錯了 竟然接到白莎的媽 然後看到說 媽祖來了 媽祖來了 結果怎麼會是白莎屯媽祖 這不對人 這不對人 然後後來怎麼辦呢 沒關係 都是媽祖 也還是接 所以那一年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就是 有一群人 他就硬要把媽祖請過去 因為他們都 大甲有個習慣 能夠請到媽祖 他們都是唱歌 對 請到媽祖 就是能夠賜福 所以他們也想要 把白莎的媽祖請過去 結果沒有想到 媽祖再一次跳躍分隔島 然後直接從北上的車道 直接往前衝 所以其實每一次 大甲媽跟白莎的媽 碰面都是非常非常精彩 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信徒都那麼期待 都充滿驚奇 不過我們要來談談神機 每一次白莎屯媽祖 在鏡像的過程當中 都會有不可思議的神機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曾經看過一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 有一年我們剛剛也談到 白莎屯媽祖要走什麼地方 要去什麼行程 都是給他骨頭的嘛 那那一年呢 竟然帶著信徒衝到濁水溪 了解過後 大家都煩惱說 今天沒有平安 那水是太沉的出事 想不到不只 大家都非常平安 而且被拍到的這一張照片 我們請導播放大畫面 給觀眾朋友看到 拍到這張照片 是所有的腳印 撩下跪河 叫你講 腳印一定是點下去的 沒錯 沒有想到這些信徒的腳印 最後拍到的照片竟然是浮起來的 所以那一年的這一張照片 到現在還是非常經典的傳奇照片 所以我們來談談神機 這一次有什麼神機呢 其實就是白莎的媽祖 他的行事作風 其實你只要跟著他的人 你都知道 他其實是非常親密的 所以這一次就是 他很詛逼的 應該這樣說 應該也是說 他的做法有一點跟人一樣 因為這一次就是 我有一個親戚 然後他就跌倒了 因為為什麼他會跌倒 對 是我的 我們就是我弟弟 他們那邊的大姨這樣子 然後就很奇怪的 就是他是 他並不是自己跌倒 而是因為他大家都在 想要搶著看媽祖 他被其他人半倒 半倒 然後跌下去 結果沒有想到就是臉部 然後就臉部擦傷 然後手骨折 然後那時候他倒在那邊 白莎的媽祖竟然過去了 然後過去了 就是好像就在安慰他 然後幫他加持 最最重要的 我們竟然拍到了 白莎的媽祖竟然拿他的手 去碰他的轎子的那個 一個部分 然後好像在牽著他的手 然後告訴他說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害怕 我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其實真的有一點點 就是還滿感動的 因為他就像一個媽媽一樣 在照顧我們 然後讓我們感受到他 他就是 我知道 我都知道你怎麼了 所以你不要擔心 我一定會陪著你 所以最後 媽祖是把他的轎子 挪到旁邊 等著救護車過來 現在在牽著手 牽著手 我們現在的畫面看到 他好像是在牽著他的 牽著他 然後跟他講說 你不用擔心 所以到媽祖退到旁邊 去等救護車過來 還陪著他等救護車 你看是不是跟人一樣 就是那種神教的 他直接給你就是一種溫暖 很感心 對 很感心 然後所以常常 為什麼有很多人 在第一次跟他的時候 都常常被這個媽祖感動到 好 其實媽祖經常 對一些老弱病殘的人 都有讓我們感受到 一種足逼 我印象中很深的是 有一次是不是有一個人 有背脊 媽祖還幫他治背脊 其實我們根本都不知道 他有背脊 他其實去到那邊的時候 他是想要求媽祖 到他們宮廟去做客 去那邊給他們 就是到他們那邊廟那邊 結果沒有想到 媽祖就叫他跪下 然後就幫他加持 然後加持他的背 然後他弄了很久 而且到最後 這位先生 這次媽祖在幫他 對 在幫他加持 而且時間還滿久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 因為他人都會忍著 然後嘴巴都會閉著 然後我們的 這個就是工作人員 是跟他講說 你嘴巴要閉開 嘴巴要張開 你不要硬憋著 除了 如果我覺得 就是以我們醫學來講 就是你把氣要吐出來的 那一種感覺 那我問你 之前你們都不知道 這個人有背痛 有 不知道 是問了他以後 就是他被加持以後 然後我們問他 才知道說 原來他有背脊 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不問他 他根本沒有人發現 他這個小祕密 好 這一次 白沙豚媽祖 滿有意思的 聽說去撞補來為什麼 對啊 因為這個銅綜合 因為我要先解釋一下 這個銅綜合 這個單位 他們其實每一年 他們這一開始是 他們來聯絡我們拱天公 然後跟我們拱天公說 他們可以派救護車來支援 可是你知道 老人家都會覺得說 救護車 你把我打一碎 就是然後觸眉頭 你如果 你這樣子給我放下去 我怎樣 那老人家就反對反對 我們堅決反對 那個救護車隨行 可是因應現在人 實在真的太多了 你沒有救護車 這樣子隨行的話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大甲媽那邊 他們很早就有救護車隨行 所以那時候也為了這個事情 然後說服當地的騎老 然後接受救護車這件事情 然後接受了以後 他們就一直做到這樣 然後這前幾年 媽祖陸陸續續去了三次 我們怎麼知道會去了三次呢 我們現在看我們的畫面 有三個那個扁額 其實那個應該不是要這樣做的 我們那個每一個媽祖 去停住假的點 都會送給他一個紅布曼 那紅布曼通常 如果我們是名家 我們就是掛在那個 我們大門那邊上面 最上面的地方 可是因為他們太珍惜 這個媽祖去到這邊了 因為今年是第四次 所以他們就把它用扁額的方式 把它掛在那上面 可是他剛好那個是藥局門口 所以媽祖就撞那個玻璃 然後告訴他們說 你們放錯地方了 放錯地方了 因為我要的不是要放這裡 我是要保護這些醫護人員 還有病患 你給我放在這裡 效果不大 沒有用啦 所以呢 請你換位子吧 所以他才會敲玻璃 這都玻璃 跟你說 有不對啦 對 有不對 快換啦 媽祖也很秀情 聽說有個老信徒 他們才很窄 為了要去看這個老信徒 那個轎又軟三百六十多 對 其實這一個信徒 跟白沙屯媽祖 其實淵源非常非常深 他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突然有一天 他就莫名其妙 因為他這邊是在台中港附近 然後媽祖就突然跑到他家去了 他嚇得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媽祖就是在那邊 他就跟媽祖講說 媽祖 我就是有一個 我的大媳婦已經結婚很多年了 可是都沒有小孩 如果你來到這裡的話 你能不能赤福給我們 然後給我們一個孫子這樣子 給我們一個小孩 結果沒有想到 媽祖離開以後隔年 他媳婦就真的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第二次呢 他好像那個門真的很窄 很窄 這樣窄 重點是他轎子 你看現在我們在裡面 要旋轉360度 根本就是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就是有一點類似 我們常常講的 白沙屯媽祖過篩門的意思 就是說你看門都那麼小 然後就是跟轎子差不多大 但是卻是可以出得去這樣 所以媽祖去看那個小孫子 那個小孫子已經很大 然後重點是媽祖再去一次 但是他又求另外一個說 我們再來一個 又生了一個 還不可以 真的又生了一個 有夠厲害的 有夠厲害的 所以就有求必應 所以這位老信徒 這位張先生 他其實對媽祖的 都是非常的感念 然後其實媽祖之前也有去過 就是在疫情期間 也曾去過他們家 所以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在這裡有一個 很資深的信徒住在這裡 其實他從年輕 就跟著白沙屯媽祖跟到現在 我先讓大家再去看 照片 我再講 不要再講 我先讓大家講 感谢观看